传统兵器对抗 王继宇对阵徐国锐 大家好 我叫徐国锐 截止到目前我已经练习了三年时间 这次来参加比赛 我所使用的兵器是台刀 它的特点是刀身狭长 事发灵力 我叫王继宇 这次参加勇社的荣耀 我将使用中国传统武器八卦剑 八卦剑的特点是 他在不断的移动中调动之中 你能以控制性的弹击 然后取得对对方的优势 这次迎战日本太刀 我将发挥了八卦剑术的特责 同时也感受了一下 乐器刀的特责 开车 好 第张局在这次开始 是日本的太刀下砍 到八卦剑里面 由七个动作直接冲进来 斩 让我开始 而且两个选择都是射击的情况 你看相当于我们玩游戏的血槽 洪华选择成了一个完美攻击 洪华的八卦剑 看到了 扛进去 两个人 扛进去 扛进去 有没有切割 有没有要脱割 有 砍到了 有 有 箭掉了 箭掉了 被砍到了 逃过 比赛结果 29比17 洪方胜 好 在比赛中是八卦剑 最后取得了胜利 洪方王机与获胜 如果你热爱搏击 渴望在擂台上实现梦想 获得荣耀 来这里 大东翔搏击俱乐部 中国搏击界的黄埔军校 我们在这里等你